今年的物价波动非常的大 而在过年前的洗车打蜡几乎都会涨价 不过标榜好邻居的中油公司考量疫情冲击跟民生经济低迷 所以在今年首度就宣布 中油的全台直营站在春节的洗车价格不像以往会调涨 还是维持平日的优惠价格 以一般小客车来比就省了100元 让许多的驾驶都大赞这是佛星价 一般洗车业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调整价格 洗车跟打蜡大约涨了六七成 像是洗车多了100元打蜡则是多了三四百元 而中油公司直营站的洗车价 不但没有调整为过年的定价 反而维持平常的优惠价 而且全台400多家同步实施 等于宣布动涨 而会有这样的优惠措施 是中油为了替民众整合包好过年 很多的各行各业都免俗的会涨一些价钱 那从去年其实我们公司的洗车服务 它会恢复原价 小车两百元 大行车是两百五十元 乡行车到三百五十元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特别我们的高层中油公司的经营管理阶层 那也是苦民所苦 那大家都生活都辛苦 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的 就不再恢复原价 就是维持过年期间 维持优惠价格 大小车一例都是一百五十元 乡行车三百元 那这样子就是一种变相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形式的降价 对中油的佛心服务让很多驾驶朋友非常动心 所以纷纷到站来洗车 毕竟在万路接掌的时代 能省多少是多少 像理法美法业 然后再来计程车 计程车刚好昨天都有做到 然后洗车 对 听说今年他们中油洗车场不涨价 哇那这样很好啊 很好啊对啊 对不错啊可以省一点钱 以前好像会有折扣 然后就是如果遇到什么节日的时候 他就是会恢复原价就是不打折啦 意思是这样子啦 听说那今年呢 今年好像就是都一样 就是没有恢复定价 就是一样就是有折扣的价钱 来回差不多差一百元 因为我满常洗的啦 就新闻有报道说 今年没有中油没有要涨价 感觉怎么样 就还不错啊 够减省省啦 对啊 时期没办啊 中油公司表示 支营站的春节洗车价格 无论大小客车都是一百五十元 乡行车则为三百元 宜兰新闻记者张力霖 采访报导 於是 再次~? 团D 冬 10 4 3 1 1 3 4 5